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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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看到这个尿袋以后 我们感觉到了这种实打实的 近距离的一种震撼 对 是主持人 这个尿袋我非常熟悉 泌尿系最常见的肿瘤有三个 就是俗称泌尿三癌 泌尿三癌 对 肾癌 膀胱癌和前列腺癌 这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三种肿瘤 哪一个癌症的治疗 会和这个尿袋紧密相关呢 膀胱癌 确实有一部分膀胱癌 由于发现的比较晚 或者说治疗不及时 可能整个膀胱就需要切掉 膀胱它主要的功能有两个 第一个是储尿的功能 第二个是排尿的功能 但一旦切掉这个膀胱 就没有储尿的这个器官了 所以要人挂一个尿袋 来储存尿液 就靠它了 对 就靠它了 曾经有个患者 他是36岁 很年轻 一个男性患者 在这个 咱们应该是一个饮料厂工作 他患的这个膀胱癌呢 恶性度就高 又发现的相对来说比较晚 最后就是根据他的病情 当然首选是生命为第一嘛 然后就做了一个膀胱切除 切除了以后呢 就挂了这么一个尿袋 起初大约三五年的样子 都是一个抑郁的状态 因为他出门嘛 就总感觉到这个不方便 偶尔还会有些异味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护理方面 所带来的问题 是 我们也能够理解 那种失落和无助 想问问主任 就是以您的临床观察 需要带上尿袋的患者数量多不多 是这样我们就拿膀胱肿瘤来说 大约有15%左右的患者 需要长期带这个尿袋 所以说呢 面对肿瘤 面对癌症 我们真的不希望它已经发展到了 不可挽回的地步 对不对 因此防癌的体检 之前的检查 都显得至关重要了 好 那今天杜主任 我们将会现场喊出几句 他认为最重要的几句提示 我们来听主任今天喊话的第一句 是什么 来 请看 只花几十元 防住膀胱癌 只花几十元 防住膀胱癌啊 这是什么检查 问问四位嘉宾 好像照一个癌子光 也得上百元吧 做合资 合资更贵了 几十元好像这事不靠谱 这么便宜的吗 是吧 是不是咽个尿啊 嘉宾是众说纷纭 几十块钱预防膀胱癌 什么样的方式呢 确实是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早癌筛查 都是很贵的一项这种体检 是吧 实际上就是 刚才我们有位嘉宾说的非常对 就是我们首先 只要我们做一个尿常规 我们如果尿液中 发现有红细胞 有没有任何症状的话 那我们就要怀疑 膀胱是不是长肿瘤了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对 普遍的尿常规的检查 对 关键是要看 红细胞的这一项 那到底红细胞的多少 和膀胱癌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结合道具来现场体会一下 杜主任 这是一个什么的模型呢 这是一个男性的膀胱和前列腺的模型 这是膀胱 这是前列腺 膀胱是储存尿液的 储存完尿液呢 到一定程度呢 需要去排尿了 就是从这个口排出去 那我现在把这个膀胱啊 我给它重型切开 咱们看一下 抛开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膀胱它是一个空腔的容器 嗯 这里边为什么称王眼状呢 就是膀胱黏膜的上皮 它不同的大小情况下 它这个王眼的结构是非常变化的 比如说我们膀胱空虚的状态下 它这个上皮呢厚度就增加 膀胱充硬的状态下 就像气球啊 吹起来以后它就变薄了 就看不到这种纹理一样的结构了 那我们呢 接下来要展示膀胱肿瘤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呢 就是我们膀胱里边呢 长了一个肿瘤 黑的呢就类似于长肿瘤了 啊 所有的肿瘤 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都会坏死出血 因为肿瘤相对来说长得快 而且无序地长 它没有一个规律地长 由于生长速度过快 又无序地长 有一部分肿瘤组织呢 由于血液供应跟不上 就会坏死 坏死以后就会出血 出血呢 就会就是这种 这个红色的小点呢 就相当于红细胞出血 红细胞的出现入血 入尿以后呢 如果多 我们肉眼就能看到是有血尿 如果少的话 我们纤维镜下 是能够看到这种红细胞的 嗯 有个技术 一个高倍晶四眼下 大约超过三到五个 就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异常的出血 明白了 到了什么数值就可以明确它 是膀胱癌了呢 引起膀胱出血的原因有很多 有肿瘤 有炎症 也有结石 一旦要懂我们发现红细胞的话 就要做一个超生 这时候呢 如果膀胱里边长瘤子了 就是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有统计学资料呢 告诉我们膀胱里边长的 90%都是恶性的 所以呢就是 一旦尿中出现红细胞 无论它的数量多少 只要超过异常值 我们就应该追踪下去 看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膀胱癌 发现的比较早的话 嗯 是不是就可以我们避免 带着尿袋 这种不好的结果产生 对对 是这样的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呢 80%的这种膀胱肿瘤呢 是通过一个微创手术 在结合着一些药物治疗 是完全能够治愈的 主任啊 哪些人群需要特别重视 这种尿碱预防膀胱癌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是什么因素 容易造成膀胱出现问题 那最常见的两种因素呢 第一个是抽烟 先说到抽烟 烟草 我们今天在场 可有资深的烟民 是不是 袁叔叔 是啊 咱抽烟大概是怎么一个量 年轻的时候上班嘛 有时候比较累了 从早上到晚上 大概得两包 嗯 退休以后 现在桌店的量呢 就减下来了 嗯 每天不到一包吧 十几只 每天十几只 十几只 这个量减了 但是我们的烟灵 可是每年在抵增哈 大概烟灵有多少年了 十六岁到七十四岁 嗯 五十七八年 啊 那可抽了真是不少根呢哈 好 连续老师也偶尔会抽点烟 是不是 对 我现在一天十根 嗯 原来是一盒 现在最近这一年多 将近都十根吧 嗯 就大概抽了有 又也得二十多年了 嗯 我是不抽烟 他不抽 但是吧 我原来有一个老师 初中老师 那烟瘾大 嗯 他前几年就查出了这个膀胱癌了 嗯 他烟瘾大成什么样子 他说课间休息 嗯 他点上烟了 这人一想 两口 一整根烟就都能抽掉 嗯 高手高手 而且每个课间必抽 哎 我的岁数就有膀胱癌了 呃 你想啊 他那时候教我们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的年龄四十多岁 哎呦 太可惜了 是 主任啊我们说这个抽烟多 您看我们能够理解 它和我们的呼吸道 和这个肺癌可能相关 怎么抽烟和膀胱癌还有关系呢 致癌的这种化学物质呢 主要是方向胺类的一些化学物质 什么是方向胺类的化学物质呢 我做一个比喻哈 比如说我们汽油的那个味道 实际上就是它散发出来 那个味道就是方向胺类 啊 有的人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好闻 嗯 喜欢追逐汽车闻那个 就这样的是不是 我就喜欢 我特别不爱不喜欢 哎呦 就是一样的方向胺 上头看来不一样香是吧 对 这一类物质都是极强的致癌物 啊 它吸收到人体以后 都是通过尿液代谢 代谢到膀胱内 储存在膀胱内 刺激膀胱黏膜 就容易造成这种 膀胱肿瘤细胞的恶变 聚集到膀胱内 它的浓度要比血中高得多 因为都是浓缩的一些尿液嘛 对 长期在膀胱内聚集刺激的话 就容易导致呢 这种膀胱癌的发生率增加 嗯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数据 长期吸烟和膀胱癌的患病 能比一般的 不吸烟的患者高多少 要高出五到六倍了 是 而五到六倍的背后 又不知道是多少人 和多少家庭 噩梦般生活的开始了 对 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长期接触化学类材料 因为这种化工类的产品呢 里边呢 就含这种防腺胺类物质比较多 比如说石油化工啊 油漆啊 是 一些染料啊 一些特定职业是不是 对对对 从这个两个这种膀胱癌的这种 致癌因素也能看出 为什么男性膀胱癌的发生率 是女性的三到四倍呢 在咱们国家男性 抽烟要多一些 占的比例要大一些 同时呢 由于男同志呢 从事的户外工作比较多 长期接触的这种化学类的产品啊 这些工种也比较多 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以后呢 就造成了 男同志比女同志 膀胱癌的发病率呢 要高出三到四倍了 嗯 没错 所以我们讲吸烟不仅伤肺 还会损害我们的膀胱啊 对对对 所以说各位 其实只花几十元钱 可以给自己一个健康的保证和提醒 好 我们继续来听杜主任 关于我们防癌体检 重要喊话的第二句 又是什么呢 请看 肾癌筛查 年轻人也要做 一般我们感觉好像肾癌 都是一些偏大的患者会得 是不是 对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肾癌和年轻人的关系 不是很大呢 我觉得肾功能吧 它随着年龄的增长 嗯 会不断的减弱 年轻人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肾功能应该很好啊 是 跟年轻人这个肾癌好像 应该没什么关系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啊 一般呢好像很多种这种癌症的疾病 好像年龄大的比较多 连续哥微微摇头 不见得 你看各三位都没怎么碰上过这事 我身边真有一朋友 跟我同岁 平时呢不言不语这么个人性格特别好 男的啊 就在前几年单位体检的时候 就发现肾上长东西了 嗯 大概长到多大了呢 就像咱那煮熟的鸡蛋黄那么大 这不小 赶紧就是按照大夫说的吧 正常就医 就直接做手术给拉下去了 嗯 但是万幸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到目前为止 倒不太用放疗和化疗 但是的确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是 到今年做完手术已经二年了 每年还要随减 你说这也年轻 跟我同岁 但是他有这个病的时候 也就刚38 哦 这还真是挺费解的啊 对 问一下主任 您的临床的观察啊 肾癌的年轻患者数量多吗 所有的肿瘤都是中老年以后 开始慢慢发病的 是 但是肾癌呢 确实呢也越来越年轻化 就是说 并不是说我年轻我就不患肿瘤 不患肾肿瘤 我们有一种数据啊 中国癌症中心统计的一个数据 从2005年到2018年啊 肾癌的发病率是逐年增加的 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到七 而且年轻的患者呢 越来越多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 比过去十年 年轻人要发病率要高一些 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故事吗 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患者 是26岁 是个女孩 而且是中系的一个研究生 哇 就很年轻 当然就是说呢 这种年轻人患肾癌呢 它一般来说有几种原因 就是说所有的肿瘤 都是有遗传因素的 只不过是这种遗传因素 和外界环境因素呢 哪个为主 对吧 它往往是内因加外因造成的 其实肾癌的外界原因呢 还是有这种一个明确的 一个这种发病的这种连锁反应的 三个连锁反应吧 我们看一下 三个连在一起的炸弹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们都引爆的话 可能会表示着我的生活 也会一片狼藉的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外界高发的雷区是什么 请看 三个连在一起的炸弹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外界高发的雷区是什么 请看 不良饮食习惯 这画的该不会是我们的新头号 红烧肉吧 是这样的 就是肉肯定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再好的东西 只要多了 都是有害的 是吧 所以这存在一个量的问题 无论是我们饮食中的肉啊 蛋白也好 脂肪也好 或者过多的淀粉也好 如果太过多的话 都会引起代谢系统疾病 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但是我们说 这种不良饮食习惯 和肾的这个关系 怎么样去理解 那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呢 它可能就会引爆我们第二个地雷 通过不良饮食习惯 会引爆的就是肥胖 肥胖会导致肾癌的发生吗 对 肥胖呢 它是肾癌的一个发病高危因素 确实有一些学者呢 一直在研究它内在的逻辑 是吧 我们只是看到一个表面现象 我胖了 可能我患肿瘤的风险就要高一点 内在有什么逻辑呢 内在的逻辑呢 主要是肥胖以后呢 会造成这种 胰岛素受体的抵抗 然后一些胰岛素相关的 这种细胞因子分泌增加 这些细胞因子呢 往往是肿瘤 基因方面的一些诱发因子 最后导致这种细胞 在正常的这种复制过程中 出现异常的变化 产生了一些异常的细胞 最后导致肿瘤的形成 这可能是它一个 基本的这种内在逻辑 肥胖就会继续产生连锁反应 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个雷区了 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 引发我们肾癌的三个雷区要引爆 最后一个了 就是高血压 先问一下几位嘉宾 高血压的困扰 你们有吗 我吃的药是正常的 最高的时候180多 我吃药吃的快小 八年了吧 但是控制的还不错 所以我来三雷空顶 今天算是 我也不知道 那我要控制好了 是不是就没事了 我只要有出现高血压的 就得查肾去了 我也挺担心的 我这个高血压跟大序列不一样 我这个不是持续性的 我一着急血压就高了 不着急我觉得就是正常的 所以我没吃药 我着急的时候吧 我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头晕 那时候一测血压 高压160 有点晕 有点上头了 就是血压高了 就这样还不吃药呢 但是现在你看平常没事 我只有着急的时候才那样呢 不是长期的血压高 我吃药 用不上吃药吧 这跟情绪有关系 对 跟情绪有关系 长期 着急性血压高 那也不能天天着急 只有多着急 但是我想问问 这个就是这个血压 就是 你危险了 感觉到你们的担心了 问一下杜主任好不好 主任我们先说一下 为什么血压问题 会和肾癌有关系呢 我们的肾脏 是由无数个肾小球组成的 这种肾小球实际上就是血管球 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长期的高血压 会对这个肾小球 产生一个冲击的作用 造成它一些这种损伤 这种损伤了以后 会导致细胞的一个变异 如果不能修复的话 可能慢慢的就会 转变成癌细胞 最后形成肿瘤 所以我们讲高血压高血压 怎么理解这个高的问题 是多高多久 怎么样去看 我们国家在规定高血压的时候 认为高压超过140 就算高血压 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有位嘉宾说了 说我一着急 这种血压高 会不会是定义为高血压的 如果说就是说一着急 然后血压短时间内升高的话 我觉得不能定义为高血压 你比如说我和别人吵架了 我和别人要发生争斗了 或者一喝酒 血管收缩了嘛 然后这时候会容易搞血压 但是呢不能简单的这么认为 有一种情况呢 也可以是短时间内 可以由于情绪激动也好 或者说这种饮酒也好 引起血压剧烈的升高 叫肾上腺四个细胞瘤 它这种呢就是肾上腺长个瘤子 这种瘤子呢会分泌激素 这种激素会引起高血压 如果我们情绪激动 或者说某一个这种比较用力的动作 挤压到这个瘤子 引起血压 突然间剧烈的升高 这是一种异常的情况 这也是不好的 所以要是长期的这种 一情绪变化引起高血压 头晕 眼花 甚至有摔倒的情况 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没错 我们要重视我们的血压的变化情况 对不对 好 再回顾一下 我们的三颗雷好不好 我们看到了 从我们的不良饮食习惯开始 到肥胖 再到最后的高血压 连续一颗是三雷齐发了 对 一串响了三响 三雷响了吗 是 所以主任您看像连续这样的情况 好像三个危险的雷区都引爆了 它得去做哪些检查了呢 今天涉及到肾脏 实际上比较简单 因为肾脏是一个食指性器官 它在抚摸后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做一个超声 就可以发现肾脏有没有异常 哦 用超声就可以查出肾癌 为什么呢 我们结合一个道具来现场体会一下 我们看来了不少道具主任 它们都是代表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介绍一下 这把枪相当于是超声 枪发射的子弹就相当于一个超声波段 然后它打在不同的密度的物质上 它返回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相当于我们的组织器官 这块海绵吧 它的密度比较低 那我们肾脏周围的脂肪呢 密度呢就比较低 是吧 然后当我们的超声波穿过这个 密度比较低的脂肪的时候 它是不是穿过去的波比较多呢 穿过去的波比较多的话 它的回声就是强回声 对吧 波段比较长它就强回声 如果说这个密度比较高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相当于肿瘤 它的密度高 密度高呢 那我们的同样的波 波长的超声波穿过去 就会被它消掉的比较多 穿过去的波就比较少 那回声就低 对吧 回声低 然后我们经常看超声报告单上 会写一个低回声阶级 那就说明了这个东西 它的密度比较高 它可能就告诉我们 这个异常密度的肿物呢 就有可能是肿瘤 哦 简单来说超声就是这样 发现肿瘤的 这个锣是什么意思啊主任 这个锣呀 如果这个密度比较低的话 像海绵一样 像海绵一样 它可能就返回的声音要多一些 哦 我们来试一下主任 哦 能听到声音 如果是这个肿瘤 嗯 它的密度要高 是 那可能这个超声波返回来的声音呢 回声就低 就听不太清楚那个回声了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用计算机 把这些回声精确计算的话 嗯 就能够显示出不同的差异来 啊 所以呢 通过超声去查我们的肾部疾病 有一个最后的总结提示 来 请主任帮我们来说一说 如果肾脏十指内出现呢 中低回声的包块呢 就往往提示我们的肾脏可能是患肿瘤了 嗯 这个检测的异常结果 请各位千万要警惕了啊 所以说呢 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 那还有什么重要的事项 主任需要喊话提示我们呢 我们来看第三句重要的喊话 来 一滴血就能发现前列腺癌 哎 这个癌症前列腺癌好像就更普遍一些 是不是 我们都多少提了 有听过一些是吗 不只是听说 我老父亲就是前列腺癌去世的 哦 在他90岁的时候啊 他就感觉小便不痛快 嗯 浑身总是酸痛 后来就带他到医院呢 先去抽的血 又咽了小便 化验结果呢 老爷子是前列腺癌 已经是晚期了 而且还股转移了 嗯 嗯 当时就是前前后后 住了七八次医院吧 呃 大夫很精心了 就说咱们尽量往好住治 我说好 维持了两年时间 到92岁去世了 嗯 作为子女我们真的也已经尽力了 虽然有遗憾 但绝对可能也只能这样了 对 就我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的父亲 他不是因为前列腺癌 发现前列腺癌 他是体检的时候 发现自己得肺癌了 哦 完了后来 短的 对 后来查查查查查的原发是前列腺癌 哦 完了 没几年就 就 没了 就一年都没有 就八个月 就没了 又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啊 我说一个稍微积极点吧 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叔叔 大概 两年前查出来的 呃 但是万幸是他发现得很及时 呃 也已经做完手术了 术后我还去家里看过他 术后呢 还不错 也没做这个放话疗 嗯 啊 但是他当初查出来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滴血就发现他这个了 可能也有一些不是了 嗯 但是这个观点我觉得挺好 今天主任来的全省事 嗯 来个滴血认癌 嗨 嗨 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我们也得再测测去了 这岁数了是不是 让我们自己有些启示和启发了 对不对 对别受那罪嘛 是 好 先问一下主任啊 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癌 它是不是一个发病率在逐年升高 但好像早期发现的概率 又不是那么高的一种疾病呢 确实是 全省癌在我们国家呢 每年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 近十年的一个数据呢 是每年大约升高 百分之八到十这么一个 逐年增加的 它确实是 我们男性最常见的 泌尿系肿瘤 嗯 就是说泌尿系统 三个常见的肿瘤呢 就是肾癌 膀胱癌 前列腺癌呢 前列腺癌发病率排名第一 哦 前列腺癌呢 在我们国家呢 早诊率呢 实际上不容乐观 所谓早诊率就是 它局限在前列腺之内 还没有扩散 这一类前列腺癌呢 容易通过呢 这种外科手段 比如说我做机器人手术 或者说通过放疗 是能够治愈的 有治愈机会的 大约是占到多少呢 30% 那换句话来说呢 就是60%到70%的患者 在我们国家 是临床一旦发现 都是中晚期的前列腺癌 那它的治疗效果呢 就没那么乐观 它在这种五年生春期呢 就没那么好 而且我们好像一般 还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好像老年的这种患者 会更多一些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一般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 从50岁以后是逐年生家的 70岁到75岁是它发病率 一个高峰时机 大约80%以上的前列腺癌 都是这个年龄多少的 就是年纪越大 越易得前列腺癌 对 这背后是为什么呢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前列腺的细胞呢 它在出错的时候 它现在修复能力差了 不能自我修复了 那就变成前列腺癌细胞了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呢 就是雄基素呢 它的这种代谢出现异常了 嗯 我们正常的雄基素呢 它是通过雄基素受体 起作用 如果雄基素受体的敏感性 出现变化了 或者说雄基素的水平 出现高低的一个波动 这些呢 都会造成前列腺 腺抛细胞的一个异常的增生 这种异常的增生呢 最终就形成一个癌细胞 最终形成一个肿瘤 嗯 明白了 但是呢 又一个好消息 就是您一开始那句喊话 一滴血可以查出前列腺癌 是做了什么检查 怎么查出来的呀 是这样的 我们前列腺呢 它腺上皮细胞呢 分别于一种蛋白 这种蛋白呢 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是这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嗯 PSA呢 是前列腺腺抛上皮 产生的一个特性的物质 换句话说 只有前列腺腺抛上皮 才能产生这种物质 它正常情况下 产生的以后呢 它是不会进入血液中的 如果前列腺出现问题 嗯 比如说前列腺癌 它这种破坏了前列腺上皮细胞 嗯 导致这种物质 进入血液中的量增加了 我们在血液中 就能够查到它的异常 就能够告诉我们 有可能前列腺患肿瘤了 嗯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 进一步地做检查 好 就是正常的话 是不该有PSA出现的 嗯 血液中不该有 或者说有微量的PSA 比如说它有一个界限值 嗯 一般来说超过4就是一成了 然后如果超过10的话 我们就要高度地重视起来 哦 这个PSA的检查啊 问一下几位嘉宾 之前有没有了解过的 因为我老父亲呢 前前后后住了七八次医院 对这个PSA这个数值啊 我真是太熟悉不够了 嗯 因为第一次啊 我老父亲去验血的时候呢 去验的PSA值 数值是多少呢 一万六千四百 哇 一万多 对 超过四千倍 刚才我们说超过四 就有危险了 对 一万六千四百 后来就给数值住院了 经过几次这个各种办法 最后降到250多 嗯 所以这个精力有没有也让您 关注自己的PSA的数据 就因为我老父亲是因为 前来陷害趋势的 所以那个主治医那个医师呢 就告诉我 说的您最好啊 每半年也做一次这个 这个PSA数值的检测 嗯 所以我每半年体检的时候 我特意加一项这个PSA数值 也有点高 应该是5.1到5.9之间 没有到6 嗯 就是但是呢 大夫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经常半年要查一次 嗯 什么时候升高的话 咱们就会干预 就会采取素质 好 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嗯明白了 叔叔您今年是70 我今年74 74 对 好 问一下主任呢 主任您看我们袁叔叔 他父亲有些类性癌的这个 病史的情况啊 他74岁 现在的数值在大概5到6之间 需要引起重视吗 他需要密切的关注 这个PSA的一个水平 我们国家规定呢 是男童子超过50岁呢 就要做这个PSA的筛查 嗯 但是呢 如果这个家族中 就刚才我们有一位嘉宾说哈 是 说我这个父亲患前列腺癌 对 甚至有的不光是父亲 他的长兄也患前列腺癌 就家族中有两位以上直系亲属 患前列腺癌的话 嗯 那他本人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是高出十倍还要多 所以这类人群呢 建议从40岁开始 就要查这个前列腺的PSA 嗯 做筛查 他们得更加注意去筛查 要关心这个数值了哈 对 我们定这个PSA的正常值是4 对吧 嗯 超过4是异常了 是 超过10可能这种异常的这种 情况比较严重 但是 这个值呢是 大约是从60岁以后 开始定的这么一个值 嗯 如果这个男性他比较年轻 比如他50岁 甚至40岁 尽管他的PSA没有超过4 他也是属于异常 比如说在临床中有一个患者 他刚42岁 公司体检的时候 发现他那个PSA值呢 就3点多 嗯 但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讲呢 3点多 就是一个异常的PSA值 我呢就建议他进一步做检查 后来通过一系列的检查 证实他就是一个前列腺癌患者 所以万幸啊做了这个体检 真的是早发现早治疗了哈 对 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PSA的数值 是针对6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来讲的 对 就是你越年轻的话 你的标准值应该越低 要低一些 对 明白了 那如果说主任 我一旦发现我这个数值啊 PSA值已经超过10了 嗯 是不是就基本可以确定 我就是前列腺癌了呢 不能这么说 超过10 只能说他患前列腺癌的机会比较高 大约是在40%左右 需要进一步地做检查 做前列腺的核磁 如果核磁发现前列腺异常病灶的话 就需要做前列腺穿刺活解 嗯 这时候呢 才能确诊是前列腺癌 没错 所以呢 通过我们的三句喊话 我们可以感觉到啊 这种肿瘤癌症的 早期的体检发现和防治 是多么的关键和重要 而我知道我们的主任呢 不光是在今天通过喊话的方式 在呼吁各位观众我们的体检 在平常工作之外 您也在做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我本人是泌尿外科大夫 主要的工作是从此 泌尿系肿瘤的一些诊治工作 而我呢 本人也是北京抗癌协会 早日筛查专委会的主任委员 也呢 利用我的这种工作或者业余时间呢 编写了这本书 名字叫《医生喊你来体检》 主要是介绍我们国家 最常见的十种肿瘤 它的发病原因 怎么检查 怎么预防 是用普通的这种语言 用漫画的形式来表达出来 即使它不是一个学医者 没有医学背景 如果能够静下心 认真的看一下的话 也能够大致了解 肿瘤发病的一些原因 怎么去预防它 怎么去检查它 了解自己的身体 做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 谢谢主任的付出 和这个非常非常暖心的推荐啊 的确呢 我记得小的时候 是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希望你可以过得健康 来感慨一下吧 是不是今天觉得收获还是挺多的 是啊 杜主任今天讲了就是 泌尿系统这一系列的肿瘤 还有怎么防治这些问题 因为家族里面有我老父亲 这个前面这个例子嘛 所以我只是对前列腺这一块 引起了更高度的重视 而前面膀胱和肾这一块呢 说实话 根本就一无所知 今天杜主任讲了以后呢 就是那两个部分 也要引起重视 提前检查 就预防 早发现 早治疗 谢谢杜主任 太好了 我其实想说的特别多 我觉得 你看中华有个传统美德 叫吃苦耐劳 很多老辈人当年看病都是忍着 甚至耽误了 慢慢的呢 随着我们的宣教呢 我们能做到有病及时就医了 但是你现在我们这一个系列节目 告诉我们要主动出击 千万不要再等发出病来 你再去瞧去 所以我觉得 随着我们医生的大力宣教 我们节目的大力宣讲 然后我们老百姓的医疗的意识 健康意识 越来越提高了 就能更好地在这个健康之路 健康大道上驰骋了 嗯 说得太好了啊 所以说体检是我们 不论我们的性别 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年龄 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只花几十元钱 可以给自己一个健康的保证和提醒 三句喊话 希望各位可以记在心里 并且行动起来 再次肯定主任 谢谢 也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 辛苦了 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